我们知道这个病有三种 一个是生理病 一个叫业障病 一个叫淹泪病 那生理病就是比如说像你感冒 你感冒这个哄寒 那Bagmaid 你去给中医师看一下 老法师讲的 你真实的修行 老实 听话 真干 自然 偶然就可以做到前面讲的 我们讲这华眼镜里面讲的四个愿 就是能够永保寿命 这个寿命 永保寿命不是叫你贪生怕死 是挣得无量光 无量寿 那么理劳死法就是 劳法师讲的 不劳 不病 不死 就是这一季阿弥陀佛的圣号 阿且陀要 就可以远离一切的栽度 能够成就无病老生 不劳不病 这是对于生理病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那第二种病就是业障病 像我们最近常常在帮一个小弟弟回向 他一出生七天 心脏就开导 那就是标准的业障病 前世造很多沙业 那这一次呢 你看一出生在保温箱里面 七天就要开导 心脏手术 那么小的身体 那么小的心脏 小小的 他就必须要动这个手术 这叫业障病 有些人一出生 他心脏就不好 这个 气喘 体肉多病 这叫做业障病 业障病 像我以前也有业障病 就鼻比较湿 那鼻比较湿呢 就会 就会有这个 皮肤某些地方就会痒 鼻湿嘛 那就会去刮沙 那就会有水泡 这叫鼻湿的精神 在中医学上来讲 他说你鼻比较湿 他遇到一个潮湿的时候 天气的 比较闷的时候 闷热的时候 他就会发作 比如说梅雨季节 我印象中 我大概在 2004年 2004年 到20 2004年到2009年 2009年 大概将近有这七八年 还有2004年以前的 我都会有这种毛病 叫做鼻会湿就会痒 那就要 必须要靠给中医看去刮沙 那就会有水泡 那刮沙在什么位置呢 他不是给你前面很好刮 都是给你刮在后面 你根本刮不到 在背部 背部哪里呢 就在那个 高方那个位置 或者整个 我们这个龙骨的后面 你刮不到 你手伸过去刮不到 还有这个 这个手指头里面的 就上次我讲的 我妈妈突壁的时候 烧出一个 骨头的这个 观音的 那个形状出来 我手去接了以后呢 那么 大概五六年呢 这个手都会痒 这就是什么 这叫夜障病 消我的夜 因为我消失母亲 消我的夜 那这个夜呢 透过这个病毒出来 那我欢喜受报 就像拉夫斯刚刚讲的 你受到侮辱 受到灾害 受到折磨 这叫做折磨 病苦的折磨 那么你能够欢喜接受 这叫消夜 当时我这个手痒的这个病毒呢 大概折磨了五年 包括手掌心都会痒 手掌心都会痒 这叫夜障病 后来五年到以后就没了 那现在鼻也比较好 那以前 鼻湿的时候呢 脾气特别不好 现在脾气就比较好一点 这是夜障病 所以病有夜起 夜有心照 那第三个呢 老法师说呢 经典上也说呢 叫焉夜病 旁边有焉心寨主 比如说阴灵 阴灵 或是焉心寨主 缠身 那这个就是很难治好 他是来讨债的 他是来守命的 这夜障病 很难化解 比如说像现在 有很多忧郁症的 跳楼自杀的 那叫夜障病 像我上次提到的 我那个连友的女友 在板桥他家佛堂的阳台 跳楼自杀 他是因为他先生 去玩那个赌博游戏机 我们台湾叫电动玩机 大陆叫赌博游戏机 输了很多钱 他很不甘愿 跟那先生吵架 那后来就 喝酒以后 酗酒以后 变成醉了以后 就从那佛堂的外面跳下去 后来我到亚东医院去看他 后来到他家去送地藏经 我说你这个是大不孝 必须向你母亲忏悔 后来送完地藏经以后 他当天晚上回来跟那师兄 站在床头旁边跟那师兄说 对不起 是有人把我推下去的 这叫做燕丽病 那这个印光大师对病的开始 我们如果生病了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这里面讲说 这个王斌他是很恭敬老人 对贫贱的人他都能够起立 这是什么 他起了真正的恭敬心 他没有傲慢心 行必让路 他千让底让 一个人心没有平等 心没有亲近 他怎么会有恭敬呢 他怎么会礼让呢 那印光大师开始 对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病 假如你是生病的话 那该怎么办 印光大师在写给 以方言反击事书里面 哈利文里有这一段的开始 印光大师说 世间人的病 多多是自己造的 这句话是真的 这个要么就是过去人自己造 要么是今世自己造的病 病有业绩 那么印光大师说 令言就是他的父亲 方言反的激世的父亲 令言之病 他说你父亲这个病 乃不知胜口腹 就是贪吃 贪死水果良物所造成的 那么你有病以后 又不能够从善养上 令他恢复 你怎么去调养 而以命的靠医生来转移 他说医生 每一次遇到护贵人生病 变大喜过望 为什么 让你花很多钱 他说善用种种方法 让他扩张 扩张就让你发很多钱 然后使令缩练 到最后没有办法医 就跟你讲说 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是怎么样 然后使令缩练 这样医生就可以怎么样 金钱之可大得 印光大师这样开示 那印竹又说 他说医之善者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医之善者呢 他说会医病的医生 叫做医之善者 善医者 你怎么样去治病呢 他说 你就算是很好的医生 你就是非常的 这个医术很精良的医生 印竹说 也只能医病 不能够医业 这句话讲得很好 只能够医病 不能够医业 他说就像是你的儿子重病 长庸 就像是你的儿子得了一个长病 咱们长庸就是有点像盲长眼 这叫长庸 这叫长庸 医生说非开刀不可 如四神不放心 所以不医 他说你为四神 就不放心 所以就不医 跟德章 这可能他的一个人名 他们一个亲戚 德章拼命念佛 炼金钢金 那么五日记忆 五天就记忆了 此病可谓极大 这个病可谓极大 这句话 这个的确是真的 你像我哥哥的小孩 得了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癌症 那么不能够进食 只能喝水 只能喝那个豆浆 米饭都不能进食 很痛苦 那他能跟他 我哥哥讲说 他想要去自杀 后来到我们讲堂来 在这边 刚好法师在 给他皈依 那后来我哥哥的这个女友 他的一个同学 同样是刘美的 得了这个子宫颈癌 他们两个在通电话 他说我子宫颈癌 我送地上已经治好了 他说你送多少 他说我送一千部治好了 我有一个居士 罗居士住在板桥 他的儿子的忧郁症 练我们台北四大腹中 重度的忧郁症 没有办法读书了 罗思杰跟他先生一丑莫展 不需要怎么办 后来就发现送一千部的地藏经 回向给他儿子 那他就在一定的期间把他送完 这叫客气起证 他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自己一个人大概送了六七百部 跟他丈夫 他婆婆帮他练了两百多部 何家总共在好像不到半年之内 练了一千部地藏经 练到他的儿子 后来 忧郁症就好了 现在四大腹中也毕业了 那么罗思杰后来自己本身检查 也得了子宫颈癌的初期 后来也因为练地藏经 顺利的切除以后就好了 那刚刚讲说 我家兄的这个女儿 他就发现读两千部的地藏经 后来就可以进食了 就可以吃米饭了 那前一阵子也到了日本去旅游 何家去玩 因为他们已经好多年了 没有办法去想做天伦之乐 这就是什么 这叫业障病 他说这个长庸 他是很危险的 可是他因为他是神 拼命的练佛跟金刚经 这个五天就好了 他这个应该是 算是轻微性的 轻微性的 他说 他的这个 他的子祥 这个杨颠峰的样子 这个颠就是杨颠峰 他这是树叶病 他是士神 自成礼颂 半年就好了 那印竹就说 你父亲既然归于佛法 那么应该依佛所说的 不应该信从阳医 因为西医是从西方过来的 所以他叫阳医 他说你爸爸 一定要往医院去医 他说一切的病假如都是由医生而医好 不医就不会好 他说古来的皇帝 及大富贵人家 他应该永不生病 永不死亡了 这是真的 我们台湾最有名的 中国信托的董事长 他也是我们台湾政商界的名人 也是得到大家的尊敬跟敬重 他对社会公益也很投入 在政商两界非常的得到敬重 他本身也开个医院 在我们台北市的近郊 他那个医院还是专属治癌症的医院 在我们台北市的官渡 专门治癌症的医院 他自己本身开的 但是后来这位大企业的董事长 他本身也得癌症 他是非常有钱 也可以讲户口敌果 他后来自己的医院也没有办法 他的医院是专门治癌症的 也没有办法 后来送到美国去 美国最顶尖有名的医院 后来还是死掉 还是死掉 这是阴光他这里讲 他说如果医生看病 因为医生看病就会治好 不看病不医治就不会好 他说那古来的皇帝 大富贵人家都应该永不生病 永不死亡了 这句话我这样如果引述印竹的开始 你们会认为说那黄居士你这样讲的话 叫我们都不要看医生了 那医生都会反对啊 没有错 等一下印竹会开始 医生有他医病的一个一定的极限 超过那个极限他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业力 所以医生可以医病不能够医业 你要了解那个根莲病是什么 病有业期嘛 那业有心照 你应该从业力去解决嘛